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聊这个黄毅 说到黄毅的宝贝女儿都已经快一岁半了 不过呢还没怎么露过脸 大家别着急 小宝贝的第一次露脸 必须得要跟妈妈一起 这不过昨天在东方卫视的朝同天下 黄毅就带着传说中的女儿亮相了 那么小当当啊 到底是长得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呢 观众你说了再 2013年1月19日 这个小家伙载着妈妈黄毅满满的母爱 来到了这个世界 一眨眼16个月过去了 小家伙也开始牙牙学语学卖萌了 不认生也不怯场 这可爱的小家伙真是甜到了大伙的心里去了 但是也足够顽皮 要知道这顽皮可是在妈妈肚子里实就练就的 瞧瞧 她的小手小脚多有劲啊 而为了孕育这么可爱的小当当 妈妈黄毅可是吃了不少苦 而放弃了窈窕的身材 从怀孕产女再到如今和女儿相处的点滴谭笑间黄毅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浓浓的母爱 也让时常要外出工作的她多了一份牵挂 回上海我就迫不及待让我女儿来接我 然后那天我就说完了完了 接下来她肯定不认识我了 然后我说她肯定把我忘了 后来就是刚出机场 她就看见我了 然后两个手 她就伸出来就要你抱了 然后抱着你 她就紧紧地搂着你 然后你的心都快碎了 你觉得太心 鱼类新天地 祝愿漂亮妈妈黄毅和宝贝当当 永远幸福 上海采访报道